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都陵网络新闻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天气晴 温度11摄氏度至23摄氏度 东风一至二级 转北风二级 明天天气晴 温度12摄氏度至27摄氏度 接下来带来今天的信息 很多国际上的其他国家做客来到意大利 共同庆祝意大利统一150周年 4月8号星期五 深圳艺术表演团将带来关于东方艺术的精彩表演 时间是18点 地址是 Officini Glantili Balazione di Corso Castelfida的22号 表演的主题为New Oriental Rhythm 包括牵手观音等多项表演 免费观看 欢迎大家观看 意大利内政部移民局发出最新通知 移民在邮局申请居留证和办理居留证延期手续时 不再需要提供整本护照的复印件 但是必须提供有关个人信息的复印件 从现在开始 移民在申请居留证延期时 只需要背其护照上的照片页和所有个人信息页 如姓名出生日期等 邮局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 在接收资料带时需要核对护照上的签证 以及申请人所有的个人资料复印件 其中也包括护照是否完整的 从4月1号到29号 在国际文化中心Gorso-Dalando160号 可报名注册Chilis考试 此次考试定在6月9号 Chilis考试是西耶纳大学的意大利语等级测试 所有需要语言等级证明的均可报名考试 报名方式所需证件及费用等信息 请拨打电话 011-4429-702咨询 4月7号星期四 在青少年信息中心将组织一场见面会 当前有许多畅销小说作家 问题是如何能够吸引读者 以及如何能够使自己的文字出版 此次见面会是与两位都林青年畅销书作家面对面 Luca Lina Lalli和Fabio Beccacchini 他们将介绍自己的经历经验 此活动面向所有青年人开放 今天我们介绍一下高一斗战役 这场战役是意大利第一次独立战争的一部分 发生在1848年5月30号 陆军元帅率领奥地利军队企图驱逐萨丁军队的第一军团 该军团的任务是保护一所桥梁 在曼多瓦北方约20千米 但此次行动 奥地利军队已失败告终 萨丁军队在伦巴蒂取得一些胜利 关于此次战役就先介绍到这里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